下面大臣一章第九卷说 慧心安法 明知为人 这智慧 没有智慧 你就怀疑 有智慧承认 不会为外境动摇 此上 上面举的这些例子 法人 住家之朔不业 有前身之别 下面举例告诉我们 譬如人往前 朔无人 这五种人都是菩萨 第一种叫佛人 福就是我们说福烦恼 我们有疑惑 把这个疑惑扶住了 我相信 可是一根未断 只是扶住而已 人往今说 第七 三贤菩萨 但能 佛人 也不错了 这种人数 很多 没有登地之间 登地是 大彻大悟 这就是 没有明星见性 没有大彻大悟之间 他的功夫 只能到福 辅助 在我们看 很不容易 很不错了 福人 第二个 信任 比前面 意思要深了 信是什么 粗地 二地 三地 得无漏性 成为信任 无漏性是什么呢 贪嗔痴 吃慢 疑 断掉了 阿罗汉 就断掉了 这是四货吗 贪嗔痴 慢 四国罗汉 就断掉了 那么他的信 叫无漏性 对佛法 无漏性 对净土呢 他还是有疑惑 主要看清楚 粗地 二地 三地 粗地菩萨 就明星见性了 但是 虽然 破无名 无名的习气 很重 所以 再往上提升 第三 顺人 顺人是 四地 五地 六地 能相信 佛说的大乘法 能顺佛所教会 修菩提道 这个是 不但超越 六道轮回 它超越十八戒了 初地就超越十八戒了 这个是四五六地 那么我们这个经商 明明讲到 法人 法人是 是五身法人 是七地八地 九地 真正明了 一切法 不生 遍法界 虚空界 一切法 不生 谁叫 无神人 怎么不生 生灭几乎是同时 你说他生 他灭了 你说他灭 他又生了 这就是现代 量子理学家 所发现的 一切法 是在念头 高频率 波动下面 产生的幻想 根本就不存在 德国物理学家 普朗克说的 他看到了真相 那频率多高呢 我们用佛经上 所说的 弥勒菩萨讲的 一坛值 三十二亿 百七年 这一坛值 一秒钟 能谈几次 有人告诉 谈七次 三十二亿 百七年 百千 是十万 三十二亿 乘十万 等于 三百二十兆 这一坛值 多少次的生命 三百二十兆 如果一秒钟 谈七次 那就是 两千两百 四十兆分之一秒 一个生命 是两千两百 四十兆分之一秒 他是生 他是灭 七地菩萨看到了 霸地菩萨 看得更清楚 他看清楚 是什么 了乏不深 哪年念头 也没有 念头的速度 就更快了 所以这是 无神 法人 最后一个 极灭人 极灭是师弟 灯救 妙救 这个无人 都是讲 祝法事相 到第四 无神法人 极灭人 完全 确底 明了了 相非相 不可得 念非念 也不可得 能生现象 的是念头 所以佛经上 常说 一切法 重新相生 就是说这个道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你 陀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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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